近期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表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这是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这份三万多字的决议是如何翻译的 近日中国共产党翻译国家队在接受中兴社东西问专访时说 为了让外国受众看得懂这份决议 翻译团队选用更加符合国际惯例的文体和表述方式 在这次的决议中有很多类似于会议出会议强调会议认为这样的表述 以往我们都是直接翻译的 这次我们把会议认为翻译成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认为 这样的表述就是符合了英语的表达习惯也符合了语言逻辑 决议中提出的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类政治概念又是如何翻译的 刘亮说这就要遵循凝练精华 避免过多修饰的翻译原则 我们在翻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 就是习近平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new era 为什么用的是 thought 而不是 thinking 从词性上来说 这个 thought 是名词 它强调的更多的是实 thinking 是动名词 它可能就倾向于动作 另外一点来说 thought 它是指这种乘着体系的整体化的思想 而thinking 它更偏向于某一方面的具体的思考 保持了我们这个核心政治概念翻译的一贯性和连续性 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何要第一时间对重要文献进行官方权威翻译呢 翻译团队认为 想要减少外界对中国主张的误解 就需要传递关于中国现状正确清楚的信息 通过内外兼顾的翻译方式 来最大限度减少外界对中国理念主张的误解 对你而言呢 作为意志我们要读懂读透 中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框架 对外而言呢 我觉得我们的译文要适应国际环境复杂变化 不但发展的这种趋势 但是我想通过翻译首先要实现的就是语言上的相互沟通 其次争取文化上的相互理解 最终实现不同文明交流固件融合 现代的中国已经非常开放了 我周边有很多人来到中国旅游访问工作 我相信随着世界对中国的不断的了解和认识 中外之间可以实现和而不同 对外界对中国的误解也会越来越少 Axel